半个时辰后 早红色的高耸皇宫城墙 重新出现在李火望面前 站在墙角跟仰头看着他 高山般压迫感扑面而来 李火望对于这地方可没有什么好印象 他现在只想尽快交差 在太监的带路下 他们继续往宫内深处走去 哪怕李火望之前来过一次 可在这如同迷宫般的深宫 依然被绕得有点晕 这一次并没有瞧见那些金殿 李火望判断去的地方 应该不是皇帝待的核心位置 而是边缘的配套建筑群 说起大梁皇帝 李火望还记得上次从柳宗园 那得到了消息 说这大梁的皇帝快死了 如果这个消息可靠的话 那现在这回应该早就已经下葬了 就在李火望胡思乱想的时候 那带路的太监在一处远拱门面前一停 用那半男不女的声音说道 就这了 大总管在里面呢 大娘告诉你啊 跟着大总管有说头的 他过去也是尖天思的 也算半个自己人 好说话 连之北一副过来人的样子 向着李火望透露着这内部信息 两人抬脚缓缓走进远拱门 连之北带着李火望一路往里走 他看起来是认识路的 很快在一处库房内 他们找到了那所谓的太监大总管 当得知李火望两人的来路后 那国字脸的太监用那捏着的嗓子 一脸不满地埋怨 哎呦喂 你们尖天思怎么办似的呀 都快三个月了 这会儿才送到 现在就差这个了 国师那边可等着急死了 害得奴家也跟着挨法 曹公公 您过去也是尖天思的老人 您也知道 这东西有多难弄不是 我们可是花了好些功夫 才抓到的 您看看这东西多新鲜 连之北看起来很擅长 跟太监打交道 三两句就把那姓曹的太监 哄得眉开眼笑 没过一会 一张暗了红色印章的纸 被放在了连之北那颤抖的手上 去哪只东西 就用不着奴家浪费口舌 这位曹公公说完这话 便不再搭理李火望二人 便写了一些东西 再扔到铜盆里烧掉 看到灰烬升腾起来 向着窗外飘去 曹公公脸上的神情 顿时变得轻松很多 紧接着扭头吩咐着其他太监 用一旁镶着玛瑙的玉碟 把盒子中的灵涅装起来 那公公 你先忙着 我们就不惊扰您了 笑脸相迎的连之北手 拖着那张纸 屁股朝外缓缓离开 这地方不直接给阳寿 李火望小声问答 当然 当然要从库房拿 赶紧走吧 我们再跑一趟库房 你带碎银子没有 阎王好惹 小鬼难缠 拿些碎银子 去打点库房的太监 这破地方 怎么这么多事 李火望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就在连之北紧张地提醒 李火望小声一会的时候 一道悠长的唱鸣声 闯过层层门栏穿了过来 皇帝陛下驾道 听到这话 连之北脸色一变 顿时走到墙角 规规矩矩地双膝跪地 脑袋死死地抵着地面 而此时的李火望 心里实在是忍不住想骂人 才懒得跪着大梁的新皇帝 直接走到连之北身边 把身体颜色搬到地下 直接隐身了 皇帝陛下驾道 皇帝陛下驾道 一连唱了三次鸣 李火望总算是看到了正主 身穿一身黑袍 头顶金色缅流的大梁新皇帝 在宫女跟太监的前呼后拥下 缓缓走来 当李火望用那绝佳势力 看清楚了那人的样貌时 顿时瞳孔微缩 这大梁的皇帝 自己之前居然见过一次 之前陪着苗苗 过上四劫的时候 被别人骗了 花了五百两 买了一只假玉猫的少年狼 就是他 大梁皇帝的阵仗 逐渐靠近了 当走到身边时 认真端向后 李火望非常肯定那天晚上 自己碰到的就是这人 他居然是大梁的新皇帝 李火望 属实是没有想到 大梁的新皇帝居然会在上四劫那天溜出宫 去看那些未出格的姑娘 不过转念又一想 这似乎又符合他这个十来岁年龄 能干出来的荒唐事 虽然知道这人是大梁的皇帝 但是李火望没有半点攀高枝的意思 就这几个月 居然一下就换了三个皇帝 这大梁皇帝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好做的 隐身的李火望默默地看着 就在他以为自己会安稳度过的时候 那大梁皇帝身边一位头发发白的 碧眼老道猛的一睁眼 向着他这边扫了过来 何人 随着他这一声惊吓 大梁皇帝随便被淹没在太监宫女之中 而不知道从哪蹦出来的侍卫 把李火望的位置团团围住 眼看着那些侍卫 就要把手中的武器捅向自己的时候 李火望当即显出身影 把那尖天司腰牌举了起来 气氛顿时僵在那里了 那些侍卫显得非常的犹豫 这人似乎并不是刺驾的刺客 可是如果他是尖天司的人 那碰到陛下为何要隐藏在这地方 他们同时扭头 看向国师 等待着他的下令 你是何人 为何在此 普普通通的一句话 让李火望感觉到自己呼吸都变得困难 身体想动都难 这人的实力绝对很恐怖 自从获得了红中的身份后 这种压迫感好久没有过了 李火望抬头看向说这话的老道 当初尖天司跟作望到大战的时候 他当初也在现场 这人就是那个拿着兴素宝剑 在不断做法的大梁国师 一旁的连之北 这时候连忙反应过来 把手中的纸张递上去 以正清白 我等在此 只为寺内办差 惊扰到圣上 罪该万死 等知道这是一个误会后 在场的所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了 大梁国师一脸不满地 对着一位老太监说道 你是怎么办事 被受官的监天司也敢让进宫 就在他还要说什么的时候 被一声惊喜声打断了 是你呀 大梁皇帝欢喜地从人群中走出来 向着李火望身边走去 不过自然他没有得逞 快走到的时候 被两位老太监给拦住了 在我一人 Honestly 我男的代仇是张适合 讨厌